大家好 這次是做法國的著名甜品 可麗魯Cannolet 把鮮奶倒入鍋裡 把鮮奶倒入鍋裡 然後加熱 有少許煙的時候 就可以低一點火 然後倒些砂糖進去 鹽 看到有煙滾的時候 就可以關火 然後就可以放牛油溶解 牛油已經溶解了 這個時候就要等它放涼了 放涼了大概40多度 才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將兩隻蛋黃放入攪拌碗中 然後打兩隻雞蛋下去 沃煮 然後把牛篩放入麵粉 攪拌至完全沒有粉粒 溫度已跌至45度 已經可以了 把鮮奶倒入鍋裡 先倒少許 攪拌 把鍋裡的鮮奶倒入玻璃器皿 這個器皿方便放在冰箱裡 攪拌均勻的麵糊倒入 攪拌均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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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熱烤爐 230度 攪拌均勻後 武具才需要預先塗一層牛油 傳統會塗蜂蠟 有人用一半蜂蠟一半牛油 塗上模具 蜂蠟可令火蠣露更香脆 蜂蠟不易買到 所以這次我只塗了牛油 只塗牛油會令可麗露表面比較光滑 塗牛油溶液上去 塗完後放入冰箱形成一層薄膜 麵糊已經冷藏了超過24小時 可以拿出來 已經有沉澱物 所以要攪拌一下 攪拌至底部沒有沉積物 可以倒入冰箱形成一層薄膜 我用一層薄膜 煮過後倒入冰箱形成一層薄膜 記住不要倒到這麼滿 倒到8分滿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放進焗爐裡焗 首先230度焗15分鐘 然後千萬不要這麼快開爐 我們現在再調到200度 焗45分鐘 炸好的 酸油 壇中心 因為這次我是用筆黏塗層的模具 所以焗的時間是要長一點的 但如果大家是用傳統的銅模 傳統的銅模傳熱比較好 所以它就不用焗那麼久 而且那個溫度也不需要太高 可能你說回10至20度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記得like and share 還有在下面留言 記得訂閱和按一下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